人们往往迅速向执法者寻求帮助,但动物通常倾向于保持距离。 当一只母鹅恳求一名警察帮助它时,它立即呼叫了支援,并对他同事的援助感到惊讶。 在2016年的一个美好的早晨,詹姆斯·吉本斯中士坐在他的巡逻车里,用一杯热咖啡和一个百极饼欣赏着周围的环境。 他正在享受在康涅迪格州一个他最喜欢的地方之一,一个停车场旁边的公园里的一个值得的休息。 当一阵奇怪的敲击声引起他的注意时,他听到了敲击声,然后有几秒钟没有声音。 詹姆斯·吉本斯中士本来打算忽略他,但然后敲击声继续了,这一次更加紧急。 他放下手中的饮料,离开车子去调查。 那天早上,这位警官看到的事如此不寻常,以至于他不得不揉揉眼睛,以确保自己没有在做梦。 在他的车边,一只鹅正在用一种表明他相当绝望的方式,啄车漆。 一旦鹅确信他,已经引起了警官的注意,着击停止了。 警官站得尽量静止,既害怕又困惑于这次意外的邂逅。 快速观察后,他发现这是一只母鹅,看起来并没有明显受伤,而是相当狂乱。 他看起来并不像是饥饿了,但他无法猜测他奇怪行为的其他可能原因。 詹姆斯终是不喜欢与任何人分享他的百鸡饼,但他不想让鹅挨饿,所以他决定为他例外。 这只鹅很可能有一些小鹅要喂养,它接近它的车辆也表明它肯定是急需食物的。 这位警官对动物行为了解不多,但他知道的一件事是,鹅不太可能接近人类。 尽管鹅与人之间的关系不一定被描述为敌对,但当鹅受到人类存在的威胁时,它们会保持距离,它们已变得相当有攻击性。 詹姆斯对此了解得太清楚了,他生动地记得他童年时期的一次事件。 他从学校走回家的时候,经过一个小区域,那里的主人养了一些鹅看门。 不知怎么回事,大门被留着了。 当詹姆斯经过时,他的眼睛瞥见一只鹅盯着它,这只鸟突然开始频繁地点头,并发出嘟嘟声,好像是在警告自己,然后向受惊地自己冲来。 詹姆斯丢下书包,跑过马路,高声呼喊。 他那天险些被鹅袭击,他并不想再有这样的近距离接触。 他会给这只鸟任何他想要的,希望他会离开它独自安然无恙。 然而,当鹅并没有吞下百急饼时,詹姆斯终是感到困惑。 他仍在试图理解它的行为时,它开始走开。 这几乎就像他在呼唤这位警察跟随他一样,他小心翼翼地跟随着鹅穿过绿草地,来到水边的一个地方。 尽管詹姆斯终是保持了一些警惕,但很明显,这只鹅需要某种形式的帮助,并且他选择信任它。 他是否会接近任何驶过的车辆上的人,或者他是否认出他的车经常停在停车场旁边的那个特定地点。 不管答案是什么,他知道他想帮助这只鹅,但他也意识到他需要一些支援来处理这种情况。 这项工作最合适的人应该是动物救援服务的成员,他们有足够的知识和专业技能来处理这样一个不寻常的情况。 然而,现场没有可用的工作人员能够提供及时帮助。 现在只能有警察来处理这个情况,幸运的是,他的一位同事就在附近,立即回应了他的无线电呼叫。 在几分钟内,同事塞西利亚、沙伦就到场协助,詹姆斯终是将行动的掌握交给了同事,而他将负责用摄影机记录事件。 最终,当他们有机会真正查看他们被引导到的小西时,警察们理解了为什么这只鹅表现得如此狂乱。 一个小鹅宝宝陷入了麻烦,它是一位母亲,保护他的宝宝的本能比他对人类的恐惧更强烈。 他信任那些警官是正确的,因为当他们看到小鹅的状况时,他们很心碎,以至于他们想要迫切帮助小鹅。 尽管大多数人在公园里度过一天后,都会小心不留下垃圾,但有些人却不够谨慎。 在与人类共用相同空间的野生动物中,往往会接触很多塑料制品,这可能会造成巨大的危害。 即使是一只气球这样无害的东西,也可能对动物造成致命后果。 每年都有许多鸟类和海龟因为身体的某一部分被缠绕在某种类型的绳子中而失去生命。 这正是这只小鹅发生的情况。 有点讽刺的是,母亲节气球的绳子在恐慌时缠住了小鹅的脚。 可怜的小家伙一定挣扎着,导致绳子缠绕在她的整个身体上,变得有些狂乱。 这时,帮助已经到来。 母鹅从未离开过几英尺的距离,塞西利亚警官想要帮忙,但她也有点担心自己可能会成为那天早上公园袭击的受害者。 尽管如此,她还是捡起了纠缠在一起的小鹅,并开始解开绳子,她一只眼睛盯着自己的工作,而另一只眼睛紧盯着焦虑的母鹅。 接下来发生的事对两位警官来说都是令人难以置信的。 母鹅毫不显示任何攻击迹象,塞西利亚警官最终松了口气,尽管在她警惕的注视下,她灵巧地用巧妙的手指解开了这只小鹅的缠绕。 她和詹姆斯都对鹅的行为感到惊讶,对于一个为了她的孩子而担心的如此之深的母亲来说,任何动物表现出这样的克制都是非常不寻常的。 也许她知道警察是乐于助人的人类,并完全期望这位执法者解救她的宝宝脱离绳索,所以她做到了。 当詹姆斯忠实从一个安全的距离拍摄这一互动时,如果母鹅没有采取大胆的举动寻求帮助,她的宝宝可能已经死了。 塞西利亚松了一口气,将小鹅从绳子上释放出来, 她的母亲仍然站在几英尺的距离,而宝宝立即冲到她身边。 很明显,母鹅松了口气,因为她发出了响亮而愉快的嘟嘟声。 她在塞西利亚景观周围振动着翅膀,看起来像是在表示感谢, 然后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在宝宝身上。 两者一起投身到河中,很可能是在前往与其他兄弟姐妹团聚的途中。 当这段视频在社交媒体上传播时,在几个小时内吸引了超过三百万次观看, 人们对母鹅寻求警察帮助,不攻击,并对拯救她宝宝表示明显感激的事实,感到惊讶。 此外,康涅迪格州的市民得知他们的城市有一些好警察, 知道他们可以依靠塞西利亚、沙伦警官和詹姆斯、 吉本斯中士等善良的人,让他们感到更安全。 这就是每个人对执法者的期望,多么美好的结局。 你是否曾被鹅追赶或袭击过,你会信任鹅吗? 在野餐时,你是否非常注意清理所有垃圾? 请在下面的评论中告诉我们。 感谢观看,我们在下一个视频中见。